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试一下莱卡的35mm 1.4编号是11874的这样的一只镜头 那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借来了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魔术臂 应该是能拍一期第一人称视角的节拍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35mm这个焦段一直是莱卡的拿手好戏 而这只11874则是胶片时代最后的荣光 它的锐度和暗角控制不及现行版本的11663 但也正是这些因素让这只镜头拥有很强的氛围感和空间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镜头的前身正是大名鼎鼎的35mm Aspherical双飞镜头 顾名思义这是用了两片昂贵非球面镜片的顶级奢华镜头 目前它的市场价在10万人民币左右 而我手中的这一只11874只使用了一片非球面镜片 两者成像的差异我不得而知 希望之后有机会给大家拍一期双飞版本的体验吧 是拍摄镜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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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儿子是个摄影师 唯一可惜的是M7的最高快门只有1千分之一秒 所以想在大晴天用最大光圈还必须得买一块N机镜才可以 如果是数码机身的话就会从容得多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街拍视频 还请记得给我点赞三连 感谢你们的支持了 在这期视频结束之前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光片的目镜 加上这个磨砂的底片带呢 只需要30块钱包邮 它的用法呢 首先是把iPad调亮调到最亮 打开一张纯白色的图片 把底片带放上去 就可以开始观片了 当然前提呢 一定是要用正片 副片看出来的效果呢 不是特别的好